你自己有沒有一些想法 怎麼可以拘捕兩邊 三邊 加上政府 一起有些事情做 令到這個死結可以打開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要越公開 越大辯論 越大的表演 效果是越少的 我的意思就是你真正解決問題的效果是越少 我們試過有不同的情況之下 希望泛民和中間政府可以大家有交流 我自己就不覺得這道門是關了 現在說來講去都是說 你是不是跟831的基礎來講呢 你不跟831的基礎來講 我們已經在整個過程裡面花了一年多來考慮 又出了這個常委會的決定 沒有辦法回頭 現在我們是第五部曲走到第三部 香港你自己本身可不可以有個主流的意見 即是說接受或者不接受 如果是泛民這邊說好 你831提出說五點我們接受 我們再講一些細節 或者你以後有沒有發指 是可以再向前走一步 我覺得如果私下大家有一個真真正正的 吐心裡話的交流 如果做得到當然是好事 畢竟中間政府都希望在區裡面 多一些順暢的行政立法關係 但是我不覺得門是關了 但是如果預設的前提 就是我們不會接受831 變了它也沒辦法開門讓你進去談 譬如你說政治很多人說 英文就說 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有些人就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其實不是的 政治我自己看法就是能夠成事的藝術 或者還有一個說法說 政治是一個無實得到成果的藝術 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 就是我們以一個憲制框架 在這個框架裡面 我們要希望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大家如果接受這個基礎的話 我覺得用一個無實的態度 去面對有一些 或者你覺得不是百分之百 你自己是合乎理想的答案 但是如果有足夠的人 是可以第一考慮根本這個框架 和將來政府出的方案 對香港來說是利多於弊 弊是什麼呢 弊就是我們原地答報 仍然是千二人選行政長官 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有一個無實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去接受這個挑戰 讓我們2017年 大家可以一人一票去選行政長官